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晴空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 却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不掉的收音机 夜惊魂 林中的老人留下一个奇怪的遗嘱 心虚的继承人要独自在古宅中度过七天七夜 神秘的电灵 阴森的地下室 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局 请听广播剧 连环 病床上的老人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但是他还是苦苦挣扎 要倒完自己的遗嘱 他的侄子杨明 也就是老人现在唯一的亲人 用一只手牢牢握着老人 如枯木般的双手 那双手 苍白的像干裂的墙壁 一条一条扭曲的青筋 张牙舞爪的分布在毫无血色的手背上 他的另一只手 不安地捶在另一边 因为老人缓慢地一字一句 而紧张地时卧时松 律师先生 请你过来一下 好的 你有什么 尽管说 好的 好的 我明白了 赔了这老东西三个月 总算要结束了 哈哈 哈哈 阳明 我 我还有一件事 想要 拜托你 这 这也是 我最后的遗愿 希望 希望 你能 帮我完成 叔叔 您尽管开口 只要我能办到 我一定帮你 你 一定 一定能办到的 我 我不要 不要被活埋 记住 在我手边 装一个暗铃 我 我 我一定会 暗响 他的 一定会 律师先生 拜托了 哎 老先生 您走好 王律师 他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老先生 唯一的遗愿嘛 希望您能帮助老人家 实现这个愿望 杨明 将视线转回到老人脸上 他那抹笑容 还留在脸上 杨明觉得 他似乎 在对他冷笑 顿时感到头皮一麻 脸上的肌肉 也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 开什么玩笑 老头子说胡话 你们 你们也跟着一起疯 不是开玩笑 老先生 很早就给我提起过这件事情了 而且 就医学领域来说 猝死这种事情 也是存在的 而且猝死的人 很有可能会复活 他 他那样像是猝死吗 他都拖了三个月 老先生 临终前已经交代过了 他要七日之后火化 如果您不那么做的话 他会取消你的继承人资格 啊 什么 杨明叔叔的豪宅 坐落在郊外不远 是方圆百里内最奢华的一座房子 他的古老并没有抹杀他的富丽堂皇 但是因为他的沧桑 而给附近平添了几分森冷 悬挂在大厅的近二十幅祖宗的遗像 静静地 冷冷地凝视着 此刻孤零零地站在堂内的杨明 他感觉整个人都被压住了似的 怎么也不敢多看几眼 尤其是他叔叔的唇角 似乎微微上扬 在讥讽着他 好像在告诉他 即使他死了 也得被他牵着鼻子走 杨明按昼一声 快步走出大厅 来到南边属于自己的房间 他需要勇气 需要力量 所以他挑了这个阳光最充足的房间 让太阳给他在这个毫无生气的房子 带七天的勇气 他从窗边转过身 看到床头那碍眼的金属盒 就是这玩意儿 谁又能想到 他竟然会连到一个死人的手边呢 杨先生 我们已经叫人把线连好了 顺着床头柜垂下来 穿过墙角那个孔 不会对这里的任何电器有影响的 暗铃也已经在老人的手边了 只要那首略动一下 就可以触到铃 然后您就能听到这美妙的铃声了 当然了 这不太可能 杨先生 只要您等到第七天 之后您就可以顺利地继承遗产了 另外 在我家里也装了无线电感应器 如果这铃响了的话 我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这一点请您放心 嗯 只要七天 杨先生 请您记住 只要七天 我知道了 你们走吧 我想清静一下 好的 那我们走了 妈的 到如今还要被那死老头摆一刀 只要七天 七天 七天以后 我要亲自把你扔进焚尸炉里 杨明的房间 在白天 充满阳光与生命力 而晚上 除了他自己的呼吸声 就再也找不出任何生命的迹象了 淡淡的月光透过窗帘 在房间里投下一道又一道灵异的影子 金属盒更是在月光的照射下 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仿佛在一瞬间 就会向人们展示他的生命力 展示豪宅身处的生命一样 唉 怎么也睡不着 这盒子 真的会响吗 如果真的响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 医生家里的无线电感应器 会响吗 他 他能过来吗 一整夜 杨明就像被抽去魂魄一样 看着那闪着光芒的金属盒 直到早晨的第一缕阳光 投射进房间 他才如获大事般 颓然地躺在床上 沉沉睡去 当他醒来时 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他又不得不惊恐地 面对即将降临的黑夜 他希望自己能在这 没有生命气息的时刻 沉沉地睡去 他不想看 不想听这夜晚任何事物和任何声音 他甚至不想呼吸这夜晚的空气 他觉得 在他的鼻腔中流动的空气 似乎是从地下室的那个人 不 不是 是那只尸体中呼出来的 一想到这里 他就想尖叫 觉得整个人就要崩溃 他想睡 真的好想 可是没有办法 他只能看着房间里的一切 听着自己 发颤而又微弱的呼吸声 贪婪而又无奈地 呼吸着在这豪宅内 回眷着的空气 有这个人的体内流动到 另一个人体内的空气 到第六天晚上 杨明已经到疯狂的边缘了 白天他昏昏欲睡 而晚上 他却经受着非人的折磨 接受着一个死人对他的非人折磨 他全身瘫软 无力地靠在床上 真要再熬一个晚上 我就自由了 可是 我为什么会觉得 在这宅子的深处 总有个东西在动 不会的 不会的 突然 刺耳的铃声滑破了夜空 杨明惊恐地弹起身子 直直地望着那个盒子 那个闪着妖异光芒的盒子 他转过身子 将床上的枕头拿起 一把捂住那个盒子 但是 没有用 他又慌乱地抓起被子 整个将盒子盖住 可是那刺耳的铃声 还在继续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他暗了 他暗铃了 他在动 不对 他是想呼救 对不对 我把线扯了 看 看你还怎么叫 这下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但是 好像还有什么事 没有解决 是的 我要去地下室 我要去地下室 你既然在这时候醒了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这个死老头 整个地下室 灯火通明 墙壁的四周 燃烧着一圈蜡烛 不过 他们的生命 似乎仅限于今晚了 阳明狂乱的目光 扫向地下室的中央 尸体 就停放在那里 他不顾一切地冲向尸体 可是老人的手 安安稳稳地平放着 离那按钮很近 很近 但是 那手 绝对不在暗铃上 是幻觉 刚才的声音 只是幻觉 我得救了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你想吓我 你想吓我 明天 你就不存在了 连同你这副躯壳 都不存在了 死老头 我好不容易把你堵死 哪有那么容易放弃 你看着吧 明天 这里的一切 都是我的了 都是我的 我的 阳明大笑着走向大门 用手一拉 却发现 门锁上了 怎么回事 难道 难道是你这死老头 死了你还作怪吗 该死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可不想死 你这老东西 你想我和你一起死在这吗 不 不可能 对了 按铃 医生会来救我的 他会来救我的 怎么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声音 为什么 为什么 是我把线扯断了 冷静 冷静 对了 钥匙 它身上有钥匙 阳明摸索着老人僵硬的尸体 在冰冷中寻找着钥匙 地下室的空气渐渐稀薄 蜡烛开始一根一根的熄灭 他的希望也在一点一点消失 终于 他摸到了棺木角落里的钥匙 他的手攒着那把钥匙抖个不停 他有一股重获生命的欢喜 那种感觉让他袭击而泣 但是在他站起身的刹那间 蜡烛全灭了 他全身一颤 钥匙 怦然落地 而尸体脸上的微笑 在黑暗中隐去的瞬间 似乎给他判下了死罪 不 钥匙 钥匙在哪 我会死在这里的 不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他像湿了魂一样摸索着地面 他摸到了 但是钥匙卡在石缝里了 牢牢地卡在石缝里了 阳明的眼泪 鼻涕齐涌而出 双手在两块水泥板中间疯狂地刨挖 而那钥匙依然静静地卡在那里 一动不动 就像那具尸体未曾动过 也不可能动了 鲜血从指尖低下 慢慢渗入水泥板中 阳明看不到 也没有感觉了 因为现在刨挖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空气一点一点耗尽 第二天 地下室的门被打开了 两个人拿着手电走了进来 不是别人 正是那律师和医生 我说老李啊 你这招可真够绝的 看 这小子死得多难看呢 不这样 哪能轮到我们上场啊 反正这小子也是用卑鄙的手段 害死了这老头 我们只是环师比身而已 这房子虽然旧点 但还是值不少钱呢 是啊 听说这老头还在这下面藏了一笔钱呢 等我们把钱挖出来以后 再把房子卖了 下半辈子就发了 老李 你也不用那么辛苦的做医生了 我呢 也可以不用屈居人下做个小律师 是啊 设计这个局可花了我不少心思呢 还好 我对心理学略知一二 也凑巧 上个月 我发现这小子偷偷地把老头的药给换了 原来是想害死老头子 你那时不正好和我商量这事吗 谁知道 这个笨蛋却先动手了 正好将计就计 我就想到了这个计划 是啊 你说一个小小的灵就把一个好好的活人给逼疯了 因为他心虚 利用这个死人可能复活的消息 嫌让他的心里恐惧 昨天 我用遥控器弄响电灵以后 他的心里就彻底崩溃了 然后呀 我叫人把这儿的门给改了一下 如果不卡上弹簧门 他自动就会关上 这地下室又没有通风口 门一关就没有空气了 他又出不去 不死还能怎么样 你到底是学医出身 那么善于利用人的心理 高明高明 这小子碰到你 也算他倒霉 过奖过奖了 对了 那老头临死前对你说了什么呀 这我一直想问都没问 他呀 他什么也没说 是吗 你不信 他嘟嘟囔囔的 我什么都没听见 那就奇怪了 这老头连遗嘱都没力 最后对你的口述 不可能什么都不说吧 可能他当时已经没有力气了吧 不过没有遗嘱也没关系的 反正他房契还保存在我那儿 这个小子一死 这房子就是我们的了 他当真什么都没说 真的 我怎么会骗你 咱俩是搭档啊 我想也是 他真的什么都没有说 当真是什么都没说 你反复问我 你不相信我吗 信 信 那这样的话 你活着也没什么价值了 啊 你 你要干什么 放心 放心 我给你注射的是好东西 保证你死的时候没有任何痛苦 我已经很仁慈了 念在我们搭档的份上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你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 去你的 这样不是很省事了吗 也不用想去分钱 这全都是我的 不就结了吗 哈哈 接着 医生大笑着转身走出了地下室 留下那三具尸体 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你们就陷在那儿躺活 等我找到钱以后 我会好好地安葬你们的 这老头子到底把钱藏哪儿了呢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一定会把钱藏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 天天看到的话就一定是最放心的 这么说来的话 这钱一定在 对了 一定还在那个地下室里 嗨 三位 我又来看你们了 老头子 我想你的财宝一定就在这里吧 不说话 你不说话我也能把它找出来 哈哈 医生在地下室的墙上和地板上敲打着 仔细地检查每一处可能参有财宝的地方 找了半天 他终于发现墙上有一块砖是空心的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块砖卸了下来 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终于找到了 老头 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他伸手进去摸索着 他的手触摸到一个软软的东西 拿出来一看 瞬间被惊呆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不许动 举起手来 你被捕了 不知什么时候 几个警察已经站在了地下室的门口 医生乖乖地举起双手 一副正样的手铐 无情地靠在了他的手上 医生怎么也想不到 杨明的叔叔 是警察局住以多年的大毒枭 警察局早就在房子的附近布好了眼线 等待着拘捕他 可是他竟然死了 警察局派人监视 本想看看杨明 是否知道他叔叔的秘密 可是无意间 却目睹了这场连环谋杀案 而医生被捕前从墙内掏出的 正是杨明叔叔 藏了多年的海洛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连环》 故事改编 钱秋安 老人由李少杰饰演 医生由杨硕饰演 律师由王毅饰演 杨明由李伟央饰演 旁白 尼个买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